瞧 这些龟孙子一个个自己往洞里头跳 我说了吧 对付他们都不用我们直接动手 我错 不过这人落入我们手里 怎么说我们也得好好跟他们玩玩才对呀 想怎么玩 给他们烧点油 点把火 烧死他们好呢 还是往下面灌水 看他们活活淹死好呢 十几名魔修围在上面盯着洞里的人 笑得阴森得意 下面的一号听了 环视着周围 我预置飞行器上去 你们试着能不能削开那玄铁招 我推给他 哦 想上来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上面的笑声传来 紧接着便是往里面泼了些油 那些油泼落下面 洒落在他们的身上 有些刺鼻 紧接着便接几团火焰飞了进来 不用开口 里面的众人便合力将那飞进来的火焰扑面 只是任他们扑得再快 仍有火蛇窜到那油 一下子哭的一声燃烧起来 其中一人身上火焰燃烧 烫热的感觉让他惊呼了一声 旁边人迅速喊着 装衣服脱下 看着下面的人身上着了火 上面的那些魔修哈哈大笑 瞧他们的熊眼 真是油气 就在他们笑声一落 哭得身后传来一声清冷的声音 很有趣吗 不如你们也下去试一试 那群魔修一惊 回头看 就见一抹金色身影掠了上来 他们甚至还没看清他的面容 其中一人的喉咙 就被划破了一道口子 鲜血飞喷而出 倒在地上抽搐 该死哪儿那臭小子 杀了他 厉人怒骂着 拾剑攻上前 只是还没靠近 却被一脚踹飞了出去 看着那罩在下面洞口的玄铁罩 更久取出钦锋剑 一道凛厉的剑气 咻得一声其出 只见轻芒飞出 将那玄铁罩 生生消成了两半 他走上前一看 剑下面的众人 抬头望起来 当看到是他时 脸上纷纷浮现着惊喜 队长 快上来 凤九回头看了那些手持成绩的魔修一眼 见这些人也只是非先修士的级别 不同的 只是这些魔修中 占巅峰期的比较多 上古神剑清风 杀了他 夺了他命 交给魔尊 定有大赏 好 好 也行